花蓮港今年第一艘邮轮李维拉号 在2月29号进港 它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阿布达比开始航程 上一个港口是高雄 2月29号来到花蓮 接下来要开到日本的石原岛 共载运1108位国际的旅客 而花蓮港无分公司表示 今年已经有13个邮轮航次申报 预计带来3万2千多名旅客 创造156万美金的产值 疫情过后国际旅游复苏 花蓮港2月29号迎来今年第一艘邮轮李维拉号 它是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阿布达比开始航程 上一个港口停靠高雄 2月29号来到花蓮 而接下来是要开往日本的石原岛 总共载运了1108位的国际旅客 花蓮港无分公司表示 今年已经有13个邮轮航次申报 预计要带来3万2千多名的旅客 创造156万美金的产值 李维拉号上一个港是高雄港 那它今天来以后 它下一个港是到日本去 那它总共载了1108人 那它到花蓮以后 它主要的行程是太鲁阁 七星潭 信修院等等花蓮有名的景点 那从疫情趋缓以后 从去年我们全港区来的7个行市 那带了1万6千亿人的人口 那个旅游人口 那今年呢它已经涨升到 预报有13个行市 大概会有3万2千人的行市 所以整个增加的比例大概 会有达到百分之九十 那以花蓮港来讲 我们有现有的这些行程呢 是很吸引国际观光的 那在公司及花蓮县政府的 在共同的努力之下 那我在想花蓮港的这个游客 会越来越多 那以估我们今年的整个游轮的产值 大概会有156万美金的这个 对花蓮港对花蓮地区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产来源 花蓮港物分公司表示 除了积极争取国际游轮靠港 也持续加强改善港口码头设备 还有通关流程 透过和先政府的努力 还有在地旅游业者合作 期盼可以打造花蓮港 成为国际游轮的热门首选 这旅会花蓮港报导